3台人蓋不到一間廟 想要蓋一間廟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畢竟蓋廟需要大量的資金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聽過 用線上募款的方式 來替新名蓋廟的嗎 你怎麼看有人在募資平台說要建廟 你看 木櫥 對啊 在木櫥的平台上 然後他說是要幫土地說建廟 不過你看他的主事覺得都好贏 他這個廟在哪裡 新北市廬州 一般來說 起廟是一個爭頭 而且是一個地方的事 畢竟信用是需要時間來累積的 但是木櫥的平台 是開放給全台灣 甚至是全世界的網路擁護 可是這些人對拜拜無興趣 那些是對這間廟沒有實際 怎麼來木櫥成功呢 而且如果是木櫥的方式現代化 聽說這間土工廟 和未來的建築 也是用非常現代方式來設計喔 下廟就是這裡啦 這都是這種很可愛的方式耶 對耶 就是嗎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圍起來 就是未來的 我們八公廟的廟地就對了 對 這位還是廟地 可是我看這個廟地啊 它又細又長 這裡要蓋廟 它這個寬只有 底部的寬只有四五米 然後面道路只有兩米多 當初你要搶廟 豹你怎麼會不會找一個 比較看是怎麼搶到這塊豹 要來蓋廟 沒有八公廟的 那時候怎麼搶的 我搶壞的就是這個豹 壞掉了 因為當初這個建豹是做壞的 因為長項27米寬兩米 它很難去做這個規劃 算是廟房給你的一個挑戰 沒有 就是八公給你的挑戰 你一直說八公給你的 但是你是建豬書啊 你跟八公是怎麼有這個 緣分這麼深 甚至你現在還要幫它去廟 對啊 我那時候想法應該是做不起來 我想法啦 然後我就婉拒這個事情 但是因為 其實回家我媽媽又看到 就覺得有看到 就八公在我後面 所以他說我應該來擲這個壞 不然我們現在這樣看很壞 還是說我們方便去你的工作室 看看我們到底這個設計的度 是要怎麼來呈現這樣 可以可以 哇 阿伯你看 嗯 現在空氣厲害耶 這電腦這樣 外出你就知道說未來生什麼樣 這位就是我們剛才走的那個圍牆 這造起來就是這樣啦 這就是模型就對了 對 那問題是你也奇怪耶 這這樣浪一瓶這麼大空 你怎麼會外出那小子 你把牆牆去旁邊就好 八公說這個有靈性啦 不要動 然後我們就又做了一個變更設計 就是又要把樹保留起來 所以這張小子在那裡 是八公說你不能撐撐 不能撐撐 那個壁已經是長長的棋林地了 又又把你一張像我猜這麼重 對 這是當初是設計 都擲不穿了 本來它是一個建築物嘛 那其實 其實它的規劃就是一棟房子 你也為了要留這個樹 它在結構上是涼動的 那因為這個 這個已經不好做的是因為 它本來就是一個棋林地 所以你們剛剛從這邊這樣走過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邊其實當開口 你們會不會以為可能是一個正門 這門不是在這裡嗎 對啊 是這裡吧 不是 不是喔 因為以宮廟來說 坐北要朝南 正門是在這個地方 到時候蓋完剩下90公分120 過殘障坡道就勉強是一個巷子 所以門是那啊 就走巷子 一路走走走 就這個巷子一路走 然後到天宮爐 我到那個生命門 喔 八宮到時候坐這裡啦 八宮是看鄉那邊的 看鄉那邊的 對 但是因為現代人應該會以為 這個虎邊門 我們這個就是虎邊門 我們龍邊門 就是用巷子當龍邊門走 走完之後用這個開口當虎邊門 那另外就是說新的世代你要有一些新的發想 比如說那你還要去跟貝公這邊擲筊 你不是隨便他的意思都可以亂用 所以你其實從顏色啦 從尺寸啦 從他為什麼要找虎爺出來啦 都是寶貝的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木茲網站上面看到的主視覺全部是公雅 對 因為很多人以為我們是要蓋虎爺 其實不是 但是是 因為當初我們在問貝公的時候 我們問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覺得要自己圍紅了嗎 這一些 一項一項問這樣 對 他不要 他就說虎爺 所以應該是這樣說啦 我們企業都是用現代的疏寇 甚至都用木主這個形式 你要出一個IP嘛 現在很流行 對 就是你對現代的工你要有IP嘛 但是你 背公不要有利用 背公他的那個 他的想法你還是要去問他 我覺得也是感應啦 因為 我們那時候也覺得不太有把握 把他的形象做好 你心裡面有這個想法 然後你去掛揹他也給你這個 因為我們如果是虎爺 我們可以當作貓去推這個事情 讓虎爺變一個公頭 所以你會看到虎爺的形象 常常戴公地帽 就是 他就是這個工地的工頭 你現在要去詮釋他什麼樣子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容易啦 那也好 就是他就沒有出面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就在這裡看到一個 新民宿啦 因為以前我們要去廟 是我們廟的這些 經萊啦 廚品 或者這樣 但是我們網路這麼興 像我們也看到 我們也來 藏羽拜拜 我們不管在哪裡 都會因為網路 變成是白宮的信徒 真的我完全沒有想過 有人會在募資平台上面說 我要募資蓋廟 他的那些主視覺 其實很貼近年輕人耶 我會因為他的主視覺 而好奇這個神明的故事 或者是這座廟的故事 甚至他用網路的方式 他就完全不會局限在 這個地區的人 只要我喜歡你的理念 我喜歡你的視覺 我想要盡一分心力 我都可以做得到 中央師 中央師 對 原來我們土地公 現在是在這裡 算是讓大家來拜拜 對 你這麼怕他逃到 這裡有夠勞勒勒 對… 你也會追你啦 我看北宮在這裡 為什麼他又特別 叫做土地公公公 你知道 是一個很熟悉的公平 這不是我們通常吃的 臭雞 對 怎麼有人拜公用麥當勞啊 對啊 這個真的就是麥當勞自己帶來的喔 我們麥當勞也有前程 你當中說什麼 我看是真的好好負擔心 會原地那時候已經燙化了 小營運動 有一個電視 這叫做雍蓮時 是 關音普渡 藍海關音普渡 他在青條光曙年間 有三個角落 一叫土地公公 其中土地公公 就是一尊一尊 土地公公 每次九月十分 關音普渡 關音普渡 他在青條光曙年間 就有三個角落 所以我們路均大家都叫他討論共和 本來你共和路中間路口 還要三十多元 那我還要將它中間 看到我們現在的路均五福宮 這個建造的模型 好像是我們臺灣民宿信用裡面 甚至是宮廟發展 有可能在我們這代 會發生一個新的質變 我們說住中間的傳統 跟現代的所有科技的進步 好像可以找到一個最適合的融合方式 廟棄後一天 佩公節坐下 我們一樣是三十多元的 只是說這個建造 兩百年後回來看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用這個時代的方式所流來的 這個離空二十四年的今天 我們確實很難去想 用非常現代化的方式 來募主起廟的基金 甚至是建一間現代化的廟屋 但是奉安過去了 哪一間廟 不是當代最流行的廟屋 哪一間廟 不是經過的歲月的生日 才成為我們現在所實在的信用中心 在小島上 有一場這麼重要的盛行 這真的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這真的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三張千元贏起來 不是叫自己的好 都是叫別人的好 都是叫別人的好 我覺得我幫媽媽 你答應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 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三張千元贏起來 不是叫自己的好 都是叫別人的好 我覺得我幫媽媽 你答應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 要別人我家 變成了 這也是 你學人的好 我來講 這就是 你學人的誦 從來 你會教我 我自己在誦